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被幻象纠葛的程度 五岁孩子看到的世界和八十岁老人眼见的世界大不相同 同样的 年轻灵魂对人生的看法和年长灵魂大相径庭 那么为什么你用这角度看世界 在好几千年 生生世世以前 你进入到这个世界成为第一级的灵魂 直到你完全离开肉身层 你的灵魂会达到第十级 这期间可能会经过120世到150世不等的转世 灵魂在进化这趟旅程中 对世界的了解不停在改变 内在状态会从恐惧蜕变成为爱 今天小编就来告诉你 你的灵魂究竟属于哪个级别 一级灵魂即最初投胎转世时 大都会谨慎避开现代化的社会 这样可以避掉太多复杂的事物 在单纯的文化里 这些设施未深的小灵魂学习跨出第一步 通常会选择让他们赖以为生的行业 或一技之长 学习把自己视为一个个体 并了解归属于某种文化的重要性 分享信念 价值及行为规范是他们的主要功课 他们通常不擅长使用语言 因为这对他们而言是新的工具 他们内在带有很多恐惧 因为除了他们之外 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这里的游戏规则 不过等完成了这个层级的学习之后 他们就有能力面对较为复杂的课题 慢慢学会与其他人合作与分享 比起最初几次投胎转世 二级灵魂内在的恐惧已经减少了许多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敢冒险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非黑即白 非善即恶 他们奉行基本教义并服从权威 这样有助于他们避开棘手 尴尬的问题 他们会刻意让自己与主流保持距离 通常会选择生活在农村或小城镇 以便学习这个层级的功课 如何与他人合作 由于经验不足 他们无法理解与自己不同的灵魂 他们认为不同种族 宗教及性别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 例如男性会认为自己比女性优越 女人就该待在家里 不让女性接受教育 不准许避孕或堕胎行为发生等 直到灵魂年龄渐长 才会真心认为男性与女性本质上是平等的 三级灵魂们渴望自己成为群体的一份子 无论是家族的一份子还是国家的一员 他们想要融入所处的社会 组成关系紧密的家庭 透过笃定的宗教信仰 与严格的道德规范来维系 他们会选择生活在较为都市化的地区 并认为只要勤奋工作 到公众认可的地方拜神 当个守法公民 所有事情就会顺顺利利 反之 抵触社会信仰 颠覆现状 或做出越轨的行径 就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顺从及顺从带来的安全感 对他们至关重要 一级 二级 三级灵魂们 大多聚焦在外面的世界 由于不会从内寻求答案 他们会把人生中遭遇到的不幸 怪罪在其他人身上 例如 怪罪单亲妈妈 怪罪移民 怪罪同性恋者 怪罪福利遭受剥夺 另外 他们会认为 他们的国家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他们认同国家 并把国家和自身 画上等号 国家的力量 就是他们的力量 因此 征战年代 常有三级灵魂 唱着爱国歌曲 昂首永赴战场 并认为 为国捐躯 是无上光荣的事 当灵魂进展到第四层级时 他们会开始参与世界的运行 建立其巩固的社群 对教育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 并积极朝几种特定的职业发展 以便在这个以五级灵魂为主导的竞争世界里 获得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来帮助他们存活下来 四级灵魂对子女的影响极其深远 他们渴望成就 因此成为有责任感的父母 他们希望孩子做好每一件事 一方面是因为孩子的成功可以光耀门楣 另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开始了解孩子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而不是他们自身生命的延续 这是一个难熬的阶段 后头是有强烈道德感的年轻灵魂 前头是崇尚实力主义的五级灵魂 就这样 他们尴尬地脚踏上帝与财神这两条船时 世俗经验不足使得他们不得不掉入虚伪的危险之中 但不管喜不喜欢 他们都会自发地投身更广大的世界 五级灵魂他们不仅活泼 生机勃勃 而且扮演着努力推动事物前进的角色 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是供他们予取予求的 年轻灵魂内心的不确定感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自信 他们带着自信悠由于这个世界 在探索时 他们既要权也要钱 他们热衷政治 喜欢争权夺利的刺激感 然而他们常常无法明确区分 势力与力量的差别 因此力量的反面是软弱 他们害怕示弱 认为形势一定要强悍 他们会创建活跃的大城市 总是不断推动事物向前 令所处时代的科技 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总是对新奇十足的渴望 让市场上永不缺乏新产品 而心灵层界 与他们而言 就像童话世界一样虚幻 遥远 除非进去下一集 否则这些灵魂并没有太多时间反思 各级灵魂都有各自的学习重点 五级灵魂要学习的是探索 其中一项课题便是如何使用权力 权力如此吸引他们 他们甚至愿意牺牲丰厚的收入 换取一份更具有身份地位 更有机会行使权力与影响力的工作 六级灵魂不会轻易接受传统观念 他们质疑每一件事 由于看待事情的角度变了 他们不再天真 取而代之的是处处怀疑或批判的心态 不再以权威者所教导的角度看待世界 他们喜欢组织工会 联盟或其他非引力组织 开始认识到实力主义的肤浅 但又不确定幸福的源头来自何处 他们觉得人生需要有更深层的意义 实际上 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心灵 而非宗教的寄托 他们透过文学与艺术探索自己 研究别人变得很有趣 了解别人行为的内在动机 可以帮助六级灵魂了解自己 真我究竟为何 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及反思 让他们不再向外 而是向内寻找答案 慢慢他们会意识到 人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意识到增强 使他们失去了控制 支配的意愿 他们了解满足自己需求最好的办法 其实是圆融与合作 年轻灵魂的憧憬 及年长灵魂的反思相互冲击 让七级灵魂产生了非凡的成就 伟大的发明 杰出的画作 新事物的发现 都是七级灵魂的杰作 他们带领我们翱翔天际 建造西七 听礼拜堂 发明潘尼西林 对于追寻的全身心投入 使得他们过度专注于自身事物 焦虑敏感的诗人 艺术家等 他们在不断寻找意义 如艺术 文学 尤其是生命本身 八级灵魂则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人生 他们拥有极为强烈的情感关系 帮助他们探索 自己内心世界的各个层面 他们逐渐了解人类是一个共同体 更能关心他人 这一级灵魂需要清楚了解 互相依存的重要性 这可以激励他们创造出更美好的世界 他们会参与政治及社会性的慈善机构 国际特赦组织 五江界医生组织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机构中 随处能找到八级灵魂的人 他们重视环保 开的是对全球暖化危害最低的汽车 他们希望为自己及子孙后代 创造出一个舒适的环境 经过多次的展示 他们了解到不同种族 不同性别的人之间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 当这层幻象逐渐消失 他们会与灵魂世界链接更紧密 他们期许能活出自己想过的生活 探索到一切的源头其实是爱 第九集是解决个人问题的阶段 正是恐惧 克服沉溺及修正缺点 无论他们自己是否觉察 这些资深老灵魂都在努力解决过去轮回转世 所留下来的问题 背负着这么多的悲痛与哀伤 许多灵魂会花一辈子的时间 在治疗或设法了解自己的情感面 由于不再受幻象所获 灵性的重要性得以彰显 他们会更加认识到 人类是个共同体 寻找的是清静自在的信仰 灵学及冥想 让它们与天地万物连接 第十集灵魂已经准备要退休了 世俗对于成功的狭义观点 与它们而言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实力主义也不再那么重要 既然已经在竞争激烈的商场 叱咤风云过了 又哪还会在乎多赚一点钱呢 相较于第九集 它们在意自我的程度略低 对心灵疗愈的热衷已不复存在 它们多半过着宁静的生活 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 希望对这个社会能有所贡献 它们十分聪明 但缺乏干净或野心 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实际灵魂的焦点是传达悲悯之心 并学习兼顾现实与心灵层面 随着一次一次在世间的学习 引领它们回归宇宙意识 认识到全人类是紧密相连的 都应该受到尊敬 它们看穿了战争的愚蠢 极端实力主义的肤浅 以及滥用权力的危险 利他主义在第十集到达巅峰 累积了几辈子的经验 这些灵魂看着其他灵魂受苦时 很容易会联想到 自己过去的相同遭遇 它们会顺着自己的感觉走 融入这个实体世界 让其他人感受到它们的爱 只要能感受到爱的回报 它们走到哪儿都会觉得快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灵魂年龄对于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小编希望你明白 不管你今世究竟几岁 影响信念与行为最大的 其实是你灵魂的经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